所谓的业力是否是肉眼看不到 但确实能牵引人受抱的一种力量 是的 业力反复肉眼看不到 心地亲近的人看得到 那么佛给我们说业力有两种 一种叫饮业 一种叫满业 饮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 所以人死了以后就换身体 你的灵魂再去找一个身体 找个身体不是你自己能做得了主 自己做不了主 业力牵引着你 这个业力是什么呢 说来说去都是知诸 职责过去深重 那个人我很喜欢他 那个人我很讨厌他 很喜欢他就到他家投胎去了 还有一种讨厌的也去 为什么呢 跟他有仇 我到他家就报仇去了 所以这个儿女跟父母 四种缘 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还有看他好像自己 确确实实是 如法得来的财富 被人家夺去了 不甘心啊 死了之后到他家投胎 或者给他做儿子 或者做生子 这样他的财产全部还给了 还要到他赚的 他的生产利息一样 全部给你 所以你把一三十英国 看通了 你就觉得毫无意义 所以别人欠我们的 不要了 我们欠别人的 应该赶快还 那么将来 这个六道里面 这个牵引的力量就没有了 可以能够脱离六道的 满意呢 就是佛在经上 常常教导我们 修布施 财布施的财富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的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虽然都得了人生 每个人呢 这个一生 这个富贵贫贱 健康长寿不相同 这是顺悠满意 这就是修的这三种布施 那用布施 用现在的话 就是为别人佛物 那你佛物的面越大 你的福报就越大 为一个家庭佛物 那这福报小 为社会佛物 福报就大了 如果为国家 为全世界 那你的福报就更大了 就全心全力 修这三种布施 所得来的国报 因此 我们见到富贵的人 用不着 羡慕 知道 他过去三种 修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 没有这些 这个富贵的 我们过去 没修 我们如果要想得呢 也多修 如果修得很积极 认真努力地去修 不要等来生 这一生国报就显起了 这一生国报就显起了 你们看看 五位奖金地说过多少次 我也是现身说法了 从小这个算命看向都是我寿命只有四十五岁啊 我今年八十岁了 多活了三十五年了 我超过了凉凡四十 凉凡先生多活二十年 这超过超过了 命里面没有财富 所以 刚刚学佛的时候 出来奖金 出家前面十五年 那是苦不堪言的 生活非常苦苦 这个老师教我修才不识 有多少就不识多少 真的越识越多 到七十岁之后 真的是心想死争 起个念头想什么 一要多少钱 就会有人送来 很奇怪 这是 对 是